作詞曲 李宗盛 我叫康復生 本來是僵師 不過我已經沒有做僵師很久了 有人說 應該每一天會有73.8個傳說消失 那是因為做爸爸媽媽的太忙 沒時間跟小朋友講故事 也有人說 時代越進步 人就越不相信傳說 或者傳說會消失 但我相信馬小玲和黃天佑這番便宜的故事 一定會流傳落 馬小玲 黃天佑和黃珊珍 一個摩登女天師 一隻僵師 還有一位類教師相遇的不流傳說 由他們相識至相分 最後同身共識的一切一切 很多野藍營靜的時候想起 我心裏就會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一種 婚戀中帶我傷感的感覺 還記得 他們的相遇 就是由這一次傳奇開始 方國華 也就是大老友 他就是這樣以他的孫 放天佑的身份繼續生存下去 在我的心目中 放天佑這三個字 其實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祝福 一個放吉世世代的祝福 直代傳一代 所以放國華變成天佑 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但放天佑這三個字 對很多人來說 都有很特別的意義 對於我 放天佑是我的最親熱親人 對於小玲姐姐和黃珊珍姐姐 就是他們最愛的人 不過偏偏放天佑 馬小玲和黃珊珍這三個好朋友 就最後用這樣的辦法 來解決問題 黃珊珍 這個令人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女人 每次當我想起她 我都不會再睡得著 心裏總有種酸毒不得了的感覺 身邊就是這樣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你的 Merry繼續不斷地打電話來 其實至於我這個 經驗早到七十年 自照過僵屍的人來說 我應該沒什麼好怕 只不過 跟我或者大佬又在一起的人 很多時候都會想一些 我想都想不到一遭遇 所以 我都不想Merry 因為這樣而有事 福生啊 我是Merry啊 我沒有吵醒你啊 我在這個讀書講的回來 我真的很想結下你啊 所以才這麼好打給你 因為我真的很想結下你啊 喂 福生 福生 你在這裡啊 喂 福生 不好意思啊 你打錯了 我有預感 總有一天 這個世界還會有四八八 馬小玲和放天右的傳書 將會繼續 小玲姐姐有個徒弟叫金正宗 她這個人不算有什麼成就 不過 她不單止有些義氣 而且還很詳情 至少給其他男人 夠膽去愛 而且 她愛那個 不是一個人 想起 其實我覺得精子都很可憐 不過好在 精子到最後 都不夠找到屬於她的菠蘿油 而這個菠蘿油 就是金正宗 但是很爽 快速出去 哇 快點,復生啊,Larry啊,為什麼你不聽我的電話呢? 收到樓宇,找三國吧 等Larry去英國讀書回來,我就起起大哥又曾經去英國 你做一個比較浪漫的人,或者我不應該叫他一個人,因為他是一隻姜師,而且他跟大哥又一樣,兩個都是這樣詳情 司馬等到來利和精靈的祝福,其實跟精子等到正宗的波羅遊一樣,都是增加一份感情 如果相信,我一定會等到大哥又和Joy的姐姐 喂,Larry啊?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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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試過去街上原來一個熟悉的背影? 當你上去叫他的時候,原來認錯人? 你有沒有想過,或者你有沒有認錯? 只是對方已經改變了很多,甚至,他根本就認得你 對了,為什麼你在英國那邊讀書讀小姐姐,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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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沒有想過,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其實問題是應該解決和面具,不應該在這裡逃避 所以我已經決定了,輪廁之後,回落在英國的發展 做個出色的醫生,應該要我供給香港的 那你今次說呢? 隨時說再見吧! 今次就是我們做一次的 原來一切都只是我想得完理所當然 不過最我猜不到的是,連Berry都可以走出以前的框框 那我呢? 只有三人站在這裡,要光顧你了 不要再說以前的,安心了 喂,老闆,不要激了你 這些事全部都是我說的 你呀,過到英國那一陣了 你不要激了 不要激了 下手啦 那我先去拿給我吧 拜拜 人生,實在有太多自己認為的事 你想那樣就沒有那樣 你不想它又偏偏出現在你面前 同樣好,今次又好 結果都是同樣的 走不出這個命令你返回 Berry 你一定要努力 我永遠都會支持你的 你也是呀 兩人一面要做得開心一點 拜拜 人和人之間的相遇真的很奇妙 或者這一切都要講緣分呢 這張想最好的地方 是可以把最美好的時刻留下 不會搞笑 不過我有時懷疑 世上有什麼不會改變 如果有得選 你想不想現在的一切改變 如果你問我 我隨便到那一切 都要去改變一些東西 一個傳說流傳到今天 中間或者會有很多改變 但無論有改變還是沒有改變都好 如果是值得的話 首先再沒有人講故事 傳說 要你不要改變 我應該是個老企誉的 我應該不斷送你 我應該不斷送你 我 normally 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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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nce